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子有一篇名鬼 摆事实讲道理 证明鬼神真的存在 其中说到燕国游祖相当于齐国的社稷 宋国的桑林 楚国的云梦 是男男女女游玩聚会的场所 这话意味着祖 社稷 桑林 云梦 这几个地方都是各国祭祀社主的地方 但一点没有血腥味 反而像是人民公园 这是因为祭祀原本就是一项群体活动 场地既要有足够的面积 也要处在大家都方便的位置 当社神渐渐失去了人们的尊重 祭祀社神的场地却并没有失去适合聚众活动的功能性 而祭祀社神的活动至少从春秋时代开始就有点鲁迅笔下社系的轮廓了 在那个文娱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 信力非同小可 左传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 主角是鲁庄公和曹贵这一对军臣 你应该还记得齐鲁长韶之战 曹贵帮着鲁庄公出谋划策 一股作气打赢了战争 在长韶之战的十四年后 齐国和鲁国的关系已经缓和下来 所以当齐国祭祀社神的活动即将开始的时候 鲁庄公很想去看热闹 曹贵苦口婆心进行劝阻 说鲁庄公非礼 但鲁庄公终于还是去了 但到底为什么非礼 曹贵的话其实没讲清楚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春秋三传当中的另外两部 古良传的说法是鲁庄公想去看狮女 狮就是简体字 狮体的狮 但那原先并不是狮体的意思 所谓狮女就是在祭祀典礼上扮演神灵的美少女 我们熟悉的高唐神女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神女 再看宫阳传 说这事非礼 为什么非礼呢 唐朝权威著本解释说 实在有淫义大恶 说不出口啊 这倒不难想见 齐国的社会风气本来就比较开放 摄神的尊严感每况愈下 但国家级的摄神毕竟还没有失去它的象征意义 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和祭神绑在一起了 今天我们在北京中山公园去看五色土的地方 就是明朝的设计坛 位于皇城武坛的几何中心 按说改朝换代之后 惯例是把前朝的设计拆毁 换成自家的设计 含义很好理解 我的神和你的神不一样 我的神战胜了你的神 但清政府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设计坛 不是清朝建的 而是明朝建的 清朝皇帝只是沿用而已 明朝皇帝的祖庙到了清朝手里 也被保留下来 所以今天去故宫的话 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明朝人 根据周礼给祖庙和设计布置的方位 祖庙就是太庙 在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里 如果我们面对五门 那么左边是设计坛 右边是太庙 左右距离均等 如果我们转个身 采取故宫本身的视角 那么右边是设计坛 左边是太庙 这就是周礼规定的 又设计左宗庙的布局 可以简称为左祖右设 古人学习儒学 要掌握很多这一类的实用性的知识 并不是单纯接受道德殉陶的 如果追问一下 为什么非要左左右设呢 反过来就不行吗 这很可能只是路径依赖 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 只是阴阳观念在汉朝被充分系统化之后 左左右设的布局也被赋予了阴阳意义 左为阳 右为阴 祖庙属阳 设计属阴 这有点颠覆我们的常识 直观来看 设计摆在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之下 应该属阳 祖庙是拜祭死人的地方 应该属阴 但古人的解释是 设神是土地神 大地当然属阴 和属阳的天相对 祖庙里面供奉着祖先牌位 显示出一代代人的传承 而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难道不正是阳的力量吗 这就意味着 在讨论阴阳的时候 我们的直觉并不那么可靠 如果我们按北京中山公园的设计坛 来想象设的模样 恐怕很难理解 《资质通鉴》里的这一句 宋太丘社王 毕竟如此规模的设施 哪可能说是说王就王呢 但是宋国这个太丘社的设神标志物 倒有可能像设计坛一样 是由石材打造的 要么干脆就是一块或几块石头 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 这个太丘社 或者说这一块或几块石头到底在哪 商朝以石为社 这是我们已经了解过的 而前边讲过 宋国在列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它是商朝的残余 因为有了宋国的存在 商朝移民就可以在周朝继续过日子 更重要的是 商朝的王族没有爵士 还可以繁衍生息祭祀祖先 另外 宋国原先定都虽阳 虽阳顾名思义 位于虽水之阳 也就是虽水的北岸 今天属于河南商丘 虽阳的西边就是郑国 早在春秋时代 郑国就在晋国和楚国的夹缝之间 辛苦求损 经常挨打 连累着旁边的宋国也不太平 大约是出于惹不起 躲得起的考虑 宋国终于欠了都 从虽水流域的虽阳 迁到了四水流域的鹏城 今天的江苏徐州 鹏城在虽阳东边略微偏南 两地距离大约150公里 从此以后 宋国和四水流域的其他11个诸侯国 被合称为四上十二诸侯 从左传的记载可以推测 宋国定都虽阳的时候 虽阳城既有内城也有外城 内城四面都有城门 一共十二座城门 每座城门都有自己的名称 取名的方式很简单 门外通向什么地方 就以那个地方的名字来命名城门 比如东北门叫蒙门 因为从这里出去呢 就是蒙泽 按照史记的记载 庄子就是那里的人 在宋太丘社王的年经里 庄子应该正在蒙泽附近 静悄悄度过着自己的清宗时代 至于虽阳的外城 只有一座城门建筑记载 叫做桑林门 按照内城城门的命名方式来看 走出桑林门 应该就是桑林之社了 也就是说啊 桑林之社就在虽阳城的郊外 那么宋国既然迁都蓬城 太丘按说 应该就在蓬城郊外 地点有了推断之后 我们还是无法理解 太丘社怎么会亡 如果他是毁于战乱 应该说毁 而如果没毁的话 难道还能跑掉了不成 不仅我们难以理解 古代学者也很困惑 有人认为所谓亡 说的是地面塌陷了 也有人说是作为社主的大树 遭到暴风骤雨的摧残 七零八落不见踪迹了 无论我们采进哪一种解释 都没法真正释怀 因为战国时代的宋国 原本就不在七雄之列 在国际社会上翻不出多大的水花 太丘社就算被自然灾害摧毁了 或者标记物被人运走了 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呢 重要性不但真有 而且很大 大到关乎天下新闻